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完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近期有很多人都會不斷地看著電視機、電腦等 看直播因為那個奧運 很容易可能出現了眼睛上的一些問題 我們以前都經常聽過有一個紅眼睛 其實這個是屬於一個傑膜炎的疾病 相信在你臨床上同類療劑 應該對於這些問題一定會有一些很簡單的處理方法 麻煩幫我們分享一下 好,傑膜炎我叫做conjunctivitis 簡單來說我叫做紅眼睛 英文叫做pink eye 粉紅色眼,它不是叫紅眼的 通常是一種傑膜 眼睛的傑膜出現一種急性的發炎 你知道傑膜是一種保護的膜 在我們眼蓋、眼球上面一層的保護膜 成癌很多時候可能會是細菌 或者可能是病毒感染 亦都有可能是一種敏感 因為是敏感而引致的 你看上去,當然顧名思義的眼睛很紅 還有可能是充滿了血 即是血液,即是紅色 布滿了紅筋 其實是微思血管上的 亦有很多時候有很多流眼水 或者是清的,或者是腎膚含濃的分泌 似乎它的感染是否一種病毒性 或者是細菌性 細菌性就容易會有含濃 通常眼蓋本身也會腫 很積極度的痕癢 會出現一些敏感性 敏感性是極度痕癢的 當然眼睛感覺到很刺激 很不舒服 會痛 有時候有一種灼熱的感覺 好像有些在眼睛頂著 當然如果處理得不好 這些紅眼睛會變成慢性的紅眼睛 我亦都遇過一些病人 在什麼原因之下 他就成了成炎 眼睛紅 不是一定自己會過的 如果注意得不好 會變成慢性病 好了 望問問前 大家看看眼睛是否很紅 有沒有分泌 有什麼顏色 分泌是稀的還是稀的 有沒有流眼水 看看眼蓋本身紅不紅 好了 聽聽它說什麼 如果病人跟它說 我的眼睛很紅 腫了 眼蓋的 還有一種刺痛 你想想 蜜蜂 蜜蜂 蜜蜂通常眼蓋浮腫 刺痛 蜜蜂 是一個很常用得著的療劑 好了 如果發現那個病人 聽到 我的孩子剛出生 沒有多久 就出現紅眼睛了 好了 這個療劑 就是Argentin nitricum 就是硝酸銀 Argentin nitricum 小酸銀 BB仔 OK 如果它發現我的眼睛 是薄薄的聲音 就是密密動聲 或者好像血管薄薄的聲音 令我發瘋 這種情況 你要想 是Beladonna 癫茄 還有如果是正常 我的眼睛不斷流眼水 好像我哭了很久也好 這種情況 就在想 Euphrasia 小米草 Euphrasia 眼睛不斷流眼水 好了 如果你聽到 小朋友跟媽媽說 她說我的眼睛都黏著 膠著 你幫我抹掉它 這個症型 膠著眼睛 就在想 是甚麼呢 就是Pulsatela 白頭翁 好了 如果聽到病人說 我的眼睛很燒 好像有顆熱的沙在裡面 這個症狀 你會想到是硫磺修法 OK 問一下 就是問一下 你問她 有甚麼令你的眼睛舒服些 或者凍呼 熱呼之類 那你的痛是怎樣痛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呢 這個病情 有沒有影響你的精神狀態 還有說 這個情況之下 會不會對某種食物 某種飲品 特別學用 就是喜好呢 好了 問一下她們 是不是冷 或者是熱 還有沒有發燒 好了 在這個極膜炎 那個紅眼睛裡面 我有些簡單的指引 Pointer 找療劑的指引 好了 如果你看到那個症狀 主要都是眼蓋浮腫的話 比蜜蜂 OK 如果是一個嬰兒子 初生嬰兒出現的 你想到就是那個 燒酸銀 Gymton Nitricum OK 如果發現那個燒是挺高的 面又紅紅的 那個症狀很紅眼又很紅 而且那種感覺 好像蜜動 蜜動 那些桂動 那這個就是Beladonna Dinke這個療劑 好了 如果你發現 主要的症狀呢 就是大量的刺激的眼淚水 你想到就是 Euphrasia 小米草 OK 如果你發現 它的分泌是稠稠的 好像Galine色黃黃綠綠 還有那個病者 是一種很 情緒是很 很哭泣的 那些這樣的 精神 情緒狀態呢 想Pulsatela 白頭翁 好了 如果這隻眼是又紅又盛 如果那個癮本身 好像一個 癢癢癢癢的 骯髒的人 一不收蝙蝠的人 紅紅的 輕輕的 你可以想到 這個可能是一種 硫磺收蝠 好了 通常三十四個療癢 那個都夠了 每四個小時一次 那就直至到改善 如果試過三次都不行 可以改 就轉療劑 通常來講 這些情況 通常十二個小時到二十四小時 就會很明顯改善 療劑很好用的 如果我們還未找到療劑之前 有沒有一些自然醫療的方法 例如一般人 就是覺得 立即去坊間的藥房 買一些眼藥水 這個有沒有幫助 除了療劑 我們要用 也有其他一般的 簡單的用 我們會用的 就算你找到療劑也好 都可以用一些簡單的方法 幫助康復的 第一就是用乾淨的清涼水 清一清馬一抹的眼睛 拿乾淨的布抹一抹 清涼通常對炎症得緊不舒服 也有一種做法 就是擦熱的手掌 然後敷下眼睛 當然眼睛要閉上 熱療的 就像發燒 局部加熱 對身體也會好 當然小心 就是手髒的地方 把眼睛要閉上眼睛 就要不要再閉上其他地方 好了 我也都可以用小米草的眼藥水 小米草 要飛蛇 通常是有些 例如同學療法機的藥廠 我們健康店都有的 有一種滴劑 就是眼藥水 可以清洗的 也有些人會用少許鹽 在一個杯子裡 拿些棉花滲了之後 就抹一抹眼角、眼邊 我當然可以記住 用膠性銀 膠性銀是一個很好用 過半型歷史的 很多情況 感染、細菌、病毒都非常好用 非常安全的工具 那家人應該要避免這些簡單的膠性銀 除了之後 有維他命A、維他命C 份量收入食大一點都無所謂 在這個階段 好的 麻煩了 袁醫生有幫我們詳細解釋一下 剛才說過的幾種療劑 如果真的發生了紅眼症 健膜炎的時候 都可以及時馬上用得到 好了 我第一時間想到一個療劑 第一次想到的就是小米草 小米草本身的症型 是很符合紅眼睛的 通常眼睛除了紅 發炎 眼睛有很大量的分泌 分泌會熱的 刺激性的 眼睛的分泌很刺激 但有時有些鼻水 鼻水是不刺激的 不刺激的 你記住 眼水是刺激 鼻水是不刺激的 不斷地流眼水 這個很重要的情況 還有呢 也有時感覺 眼睛有些沙 整著 人的性格 情緒方面 有少少疑病 覺得自己好像病得很厲害 可能都不是那麼差 或者是沒什麼所謂 不感覺 但記住 眼水刺激 鼻水不刺激 這個就是小米草紅眼睛的症狀 第二個療劑 我會想是Pastatela Pastatela的白頭翁 通常結膜炎得利 有很多分泌是不刺激的 又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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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患者 有小朋友 通常很容易哭 很歪 即是癡身 一人抱 一人陪 很多時候 這種紅眼症 通常同時有些傷風 傷風之後 就加上眼睛走出來 好了 白頭翁的人 就不喜歡一些暖的 焗的房間 也不喜歡吃太肥膩的東西 他覺得在外面 在空曠的地方 新鮮空氣的地方 走路 就會舒服 OK 當然他自己本身 平時都會吃些肥膩的東西 忌廉的東西 忌廉的東西 牛油 雪糕 或者花生醬 等類的東西 這是白頭翁的 平時喜歡吃的東西 是 接著就是 Argentum nitricum 消酸銀 Argentum nitricum 最主要就是 初生嬰兒 現在很流行的 新鮮子 過去很流行的 用消酸銀 給初生嬰兒的紅眼睛用 但他們用的是一種真正的消酸銀 不是痛慮療法的消酸銀 所以對眼睛當然有一種傷害 所以痛慮療法 就會用痛慮療法 口服 由嬰兒出現 通常眼睛的分泌有稠 有熱和有含濃的 亦都看見 眼角內面 會腫腫和紅 而且那些痛 他們的感覺 好像 形容得到 好像有些刺 痛的 OK 他們通常都是很焦慮性 Dreamton Nitricum 本身很焦慮 有些密室恐懼的感覺 不需要在那些 戲院或者飛機上 他本身是怕這些 亦都怕熱 但他自己喜歡吃甜的 和咸的東西 這個就是 Dreamton Nitricum 蕭酸眼這個正形 好了 接著就是黃蜂 黃蜂的重要的症狀 就是眼蓋浮腫 除了典型的眼紅之外 紅眼睛之外 眼角痕腫 刺痛迷 燒的痛 OK 眼是很紅 以及滿布紅筋 OK 通常是怕熱的 濾水都很熱的 通常用冰水敷一下 冬敷會舒服 這就是蜜蜂 Apus Maleficus 主要的症狀 好了 接著就是 Beladonna 那個蝙蜜 通常呢 蝙蜜的結膜炎 是來得很快 來得很急很快 通常呢 有面有紅 有半有發燒 還有呢 傾向於右邊 蝙蜜的症狀 發生的地方 都傾向於右邊 他的眼睛當然很紅 很生氣 尤其是對那些光 是很敏感的 很怕光的 那種痛呢 就有一種蜜蜜性 那種蜜蜜蜜蜜蜜痛 可能呢 伴有個頭痛 都要密密動性的 季動性的頭痛 那所以有紅啊 熱啊 乾 發燒呢 通常會高下103度的 怕光怕聲音怕成 那喜歡一個人呢 就坐在 靜靜在房間裡 黑的房間那裡 不想被聲音 那個光呢 騷擾到 那同時呢 最差的時間呢 可能是三點鐘 下午三點鐘 好了 最終是 农孜呢 通常呢 分泌呢 都是比較黃 和黏的 也都有一種沙石 是堅持牙 那種的症狀 括的是 嘗索 Bend 也是裡面的性格 通常的人呢 都比较懶惰啊 哲学家,不收蝙蝠,带你很多宏观 有些人知道他的性格是这样的 当然硫黄是热的,怕热的,床热是很怕的 但喜欢新鲜冻的空气 硫黄炎的人喜欢吃甜品,喜欢喝酒 喜欢吃味浓的食物 谢谢袁医生,帮我们介绍了六种疗剂 对于这个结膜炎的处理方法 即是我们的熊眼睛 希望大家在家上避了这些疗剂 因为刚才说过,发生的原因都有很多 甚至是敏感都会导致 如果一下子处理得不恰当的时候,不及早医治 其实也可能会引伸到另外一些后遗症 到时才来处理,就更加长省 希望大家可以记下这些疗剂 在家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立刻用得到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腺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一些关于疗剂或健康产品方面 可以联络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了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好今天麻烦你了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